上个月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旅游 发生了游览车车祸的意外 酿成了四死的事故 云安会主委林信德今天受访时表示 事故正在调查当中 预计明年4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 据查事故驾驶是有多次的超市记录 而这个云安会建议交通部 未来应该公布疲劳驾驶 以及超速惯犯等等 游览车业者的黑名单 都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而对此游览车全联会表示赞同 希望公布的越详细越好 也呼吁公路局正式疲劳驾驶的问题 国道3号重大事故发生在今年10月21号 员工旅游却发生游览车车祸事故 酿成四死悲剧 云安会展开调查 预计明年4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 但根据公路局了解 事故驾驶从2015年到去年 共有9次超速被取缔的记录 对此云安会主委林信德 已向交通部建议 若涉及疲劳驾驶或超速惯犯 未来应公布 风平不好的游览车业诊名单 提供给民众在租赁前做评估 很好啊 等于对搭乘的人有一个保障 这个是司机这台游览车是他 他开头当然就不要了 当然说公布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针对游览车公司的考评资料 其实是应该要公布的 驾驶员的那个违规记录 不是只有公布数量违规的类型 也需要去做公布 公路局则回应 目前官网及监理服务网已揭露 游览车客运业者资讯 包含违反公路法及道交条例 特定违规件数 及所属驾驶人的违规数 将检讨经资讯呈现的形式及内容 另外针对自驾车行车安全 林信德也指出 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自驾车 顶多指到第二等级 不是自动驾驶 只是辅助系统 但有车商宣称是2.5或接近第三等级 他直呼有点害人 未来车辆只要启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一旦发生事故 无论有没有伤亡 都会主动立案调查 希望达到贺阻作用 降低事故 发生截律 接下来台北众号报道